第1278集 求你饶了我 李天成翻过身来 他一脸的鲜血 这家伙之前嚣张无比的气势早就不见了 现在他跟条狗差不多 现在求我会不会有些晚了呢 叶浩轩指着萧海媚道 这是我的女人 是马上要和我生孩子的人 你得罪她 那就是跟我过不去咯 而跟我过不去 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求你放了我吧 我保证以后 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李天成苦苦地哀求道 他一向是抱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理论 去做事情 而且眼前的这家伙 似乎真的 没有怕他的意思 你不知道我是谁 叶浩轩指着自己的鼻子道 好 就算你不知道我是谁 但是你总得知道他是谁吧 一个代理商 敢和自己的大老板顶牛 而且还晾他在这里一个小时 他平时的工作很忙的好不好 我看着就心疼 可是你这个混蛋居然让他一个人 在这个鬼地方待了一个小时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对对对不起 真的 我 李天成说话 都有些说不全了 他现在真的很后悔 他真的恨自己一见到漂亮的女人 就惊重上脑 他早应该想到的 萧海妹既然能把自己的公司做得这么大 而叶浩轩也能做到全世界 都知道中医 他们一定不是简单的人物 自己在这里似乎是有些事理 但是说真的呀 这些事理在人家的眼里 感情屁都不是啊 越是想 他越是后悔 现在他只想让叶浩轩放过他 因为叶浩轩下手实在是太狠了 他不确定这样下去的话 他会不会真的被打死 你什么你 知道错了还不跪下求饶 如果我的女人高兴了 说不定我会放过你 叶浩轩呵呵的一笑 李天成现在 一点阔少大老板的样子都没有 听到叶浩轩的指示 他二话不说 忍着身上的疼痛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上 对着萧海妹磕了几个响头 他一边磕一边喃喃的说 对不起小总 我该死我混蛋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放过我这一次吧 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今天来这里跟你谈的 就是合同的事情 这份合同拿回去好好看看 然后给我个答复 萧海妹甩出了一份合同 直说了吧 我觉得你太狠了 所以想拿走其中一部分另一人 不知道对此 你有什么看法没有 没有 绝对没有 我就是空手套白狼的 萧总负责研发 负责市场营销 本来就该拿大头 这份合同不用看 我答应 李天成老老实实地回答 这哪儿行 你还是好好看看合同吧 看完之后 再决定和我签不签 萧海妹笑呵呵地说 免得别人说我对你用强 这样传出去 对我们的名声可不太好啊 不不不 我签 我现在就签 李天成生怕萧海妹跑了 行 你想签就随意你吧 不过这合同可不是小事情 我建议你还是回去看看 回头我的人会联系你的 怎么 现在还要不要 请我坐下来喝两杯啊 不不不 不敢耽搁萧总 和叶先生的事情了 我 我有眼不识太善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李天成现在像孙子一样 他趴在地上 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那行 我们走 萧海妹 挽着叶好轩的手臂走了出去 你这毛病还是不改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出门的时候 一定要带上保镖 可是你每次出去 都是自己出去 这里不是国内 而且有些事里貌似 还是不死心 如果你真的因此出现什么意外 怎么办呢 走出去了以后 叶好轩略带责备地说道 他刚才是真的有些揪心了 你总会给我一种安全感的 萧海妹看着叶好轩 她笑道 我有种感觉 只要是有你在的城市 我可以任性 因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倒不会让我受到一点伤害 你对我太信任了 叶好轩苦笑的 我不是神仙 我只是一个怕自己的女人 受伤害的男人罢了 好了好了啦 我知道了 以后我都会把风铃带在身边 这样总行了吧 萧海妹有些撒娇地说 她紧紧地抓住叶好轩的手 我要回去了 我觉得你不要在这里待太久了 叶好轩道 放心我知道的 萧海妹捏着叶好轩的脸 有些心疼地说 你看你 现在跟以前比都瘦了 以前脸上肉多好磨 那是因为想你们想的 叶好轩笑道 你刚才说的话 是真的吗 萧海妹突然问道 什么话 叶好轩微微地一争 你说 你要和我生孩子 萧海妹定定地看着叶好轩 你知道的 我一直想有个孩子 当然是真的 叶好轩一文正念地说 经历了这次事情 我的想法跟以前有些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了 萧海妹问 我觉得 仍无法预料自己的人生 叶好轩沉默了片刻道 而且这个世界 已经不是以前的世界了 随时都有可能会发生一些 你想象不到的事情啊 而且 我突然羡慕那些普通人 一家三口 开开心心的 说真的 我现在突然感觉到有些迷茫 我不知道我所做的这些事情 到底有什么意义 你做这些事情的意义 就是因为你是一名医生 萧海妹笑道 她俯着叶好轩的脸道 真的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 有一个人像你这么伟大 你所做的事情 就是你的目标所在 不管怎么样 好好地去完成自己要做的事情 就足够了 萧海妹道 我知道 但是 我突然想有个孩子 叶好轩揽着萧海妹的肩膀 男的 和我一样帅 女的 跟你一样漂亮 如果是男孩 我就教她中医 如果是女孩 我就教个你 你负责把她打扮得 漂漂亮亮的 像个小公主一样 你现在所想的 就是我十分向往的生活 萧海妹突然抱着叶好轩 她泪如雨下地说 你知道吗 我一直感觉到 自己有很大的危机 你不是每天都能陪在我身边 我也不是一个人拥有你 所以我觉得我身边得有个爸 得有点你身上的印记 真的 萧海妹十分渴望自己有个孩子 不管男孩也好 女孩也好 她都很喜欢 但是她清楚 叶好轩身上有很多的压力 尤其是现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她不能让叶好轩分心 所以尽管她很想要 但是她从来没有逼过叶好轩 她是一个很善解人意的女人 她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 而且她相信总有一天 叶好轩会回心转意 对不起 我以前一直忽略你的感受 叶好轩叹了一口气道 是我自私 我该考虑你在想些什么的 因为只有不给你压力的女人 才是真正了解你的女人 萧海没笑了 别忘了 你的第一次 可是姐姐我夺走的 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你 包括你喜欢的姿势 叶好轩无语啊 这画风不对啊 刚刚还挺感人的 怎么一眨眼就成这样了 她苦笑的 那我们现在回去 造小孩吧 好啊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萧海妹欣喜地说 在这里又待了一个星期 叶好轩准备回国了 萧海妹在这里 还有些事情没有弄完 她大概一两个月以后回去 本想叫上李延心一起 好歹路上也能解解闷啊 但是现在的李延心 可以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她留了一张字条 说感觉近来不会有什么大事发生 所以就想在这里四处转转 看看这里的抑郁风情 让叶好轩自己回去 叶好轩无语啊 这女人是摆明了 这心里有疙瘩呀 她表面上是接受了自己 但是她还是 不和其他的几个女人照面 也罢 李延心呢本来就有自己的傲气 她能做到这些 着实已经不错了 况且她有自己的血影之术 叶好轩根本不担心 她会找不到自己 但是叶好轩现在回去 她该面对一些 让自己头疼的事情了 就算是来这里的时候 遭遇了袭击 叶好轩对高空中的飞机 有了一种深深的恐惧感 但是从这里回国 没有固定的游轮 而且就算是有特殊的渠道 可以坐船回去 也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一想到自己以后的时间 就要在这茫茫的大海上航行了 叶好轩咬咬牙 还是决定坐飞机回去吧 好在这一路上是平安无事 睡觉醒来 飞机已经抵达到了 华夏的领海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叶好轩觉得格外的亲切 从他出事到现在 已经过去很久了 这么多天以来 他终于再次回到了华夏 飞机是直达月底机场的 从这里还要转机到京城 本来有直达的 可惜的是叶好轩订不到机票 他又不能像邵清营那样 有架私人飞机 可以到处的飞来飞去 毕竟他是红色世家 如果太高调的话 恐怕不是太好 所以他只能选择 距离月机场 还有半个小时的路程 现在的飞机正在飞向大海 远处隐约可以看到海岸线 离自己的家越来越近了 叶好轩都有些小激动 一别数月 你们都还好吗 随着飞机不停地向前飞行 叶好轩的心情也平复了下来 一旦回国 那就意味着他要面对国内的一切 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回来了 他不知道国内的东西 到底是不是比以前变得更加复杂了 更重要的是 玄无牙那个老江湖 叶好轩真的是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那家伙实力是大的惊人 虽然叶好轩现在有足够的资本和他撕 但是比起他在天宫经营了几十年来的水平来 还是差了不少 而且 玄无牙的天宫六部 简直可以说是无孔不入 而且大多数的人都把他当作神一般的存在 现在要动他 恐怕是真的有些难度啊 就在这个时候 飞机上的扩音器里面突然传来了一阵焦急的声音 各位乘客请注意 各位乘客请注意 现在头等舱里面有位孕妇突然身体不适 哪位懂医术的请帮忙来看看 一连通告了数次 飞机上的乘客都有些小小的躁动 毕竟现在距离机场 还有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 而且附近没有机场可以迫降 如果孕妇出现问题 那是真的很危险的 出于职业的习惯 叶好轩站起来 向一旁的一位走过来的空姐问道 孕妇在哪里呢 我可以过去看看 你是医生吗 空姐着急地问道 是的 我是医生 叶好轩一点头 她微微地笑道 医生 请这边来 她先在我们空姐的休息室里面 看情况可能是早产 空姐边说 边向前匆匆忙忙地走去 跟着这位身材面貌都十分娇好的空姐 来到了休息舱里面 叶好轩见到了那位孕妇 她还很年轻 而且叶好轩一眼就看出来 她这是第一胎 她显得十分地紧张 她紧紧地抓住一位空姐的手 痛苦地叫着 哎呀 这种情况需要马上生产了 一位三十多岁的男人 在给孕妇做着检查 她解下了口罩道 而且以这种情况 恐怕会难产呢 这位先生 请你帮帮忙吧 这里就你一个妇科医生 一位空姐着急地说 能帮 我尽量地帮 但是胎儿的胎位不正啊 而且孕妇是第一胎 伴有小量的出血 这种情况下生产 是很难的 最好就是要剖腹产 但是这里的医疗条件有限 我没有办法对她进行手术啊 附近有机场吧 或许我们可以联系当地的医院 让他们到当地的机场 做好准备 那样的话 我保证可以做到万无一失 男人道 这里距离最近的机场 也要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啊 有位领班模样的人 拿起对讲机 向机长资讯 片刻后 他无奈地说 没办法 附近没有可能破降了机场 那怎么办 顺缠的话 对她和孩子来说 那都是一场伤害啊 我没有十足的把握 男人的眉头已皱到 经我十多年的妇科经验来讲 孩子不能在母体里面停留的时间太长 不然的话 会因为缺氧 导致脑瘫的 医生 我求求你想想办法 帮帮我孩子 我有一个健康的宝宝 他真的不能有什么意外 我求求你了 孕妇一听这话 有些着急了呀 因为她的情绪激动 所以她的腹痛又加大了 她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声痛呼 看她的样子十分难受 金医生 你想想办法吧 但叶浩轩来的那位空姐 着急地说 孩子和大人都不能有事 抱歉 我真的没有办法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剖腹 可是现在根本就没有那个条件呢 我们只能先联系月地那边的医院 让他们在机场做好准备 除此之外 真的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男人无奈地说 这种情况下 不一定非要剖腹成的 叶浩轩走上前 他双手按着孕妇的腹部 轻轻地一按 而且这种早产的情况很常见 泰尔的位置是有些不正 但是这些都是可以纠正的 你是谁 男人看着叶浩轩 他有些不爽 他本身是一位妇产科资深的医生 从医十多年了 在这业界里面也是小有名气 现在自己的诊断被人给打断了 而且叶浩轩还反驳了他的话 这让他十分的不爽 我是一名中医 叶浩轩道 中医就不要跟着凑热闹了 我今明从事妇产科 已经有十多年了 对于这种情况 我见过的多了去了 这种情况 态而不正 而且孕妇伴有出血 这是十分危险的 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剖腹 不见得 叶浩轩松开了手道 剖腹两个字 你说的挺简单轻巧的 可是你知道这对孕妇 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吗 你知道对她以后的生活 会有多大的影响吗 能顺产 当然还是顺产 对孕妇伴有出血